由美國商務部主辦的2019選擇美國投資峰會 6月10日到12日在華府舉行 臺灣團連續兩年規模最大 超過韓國、中國大陸、印度及日本 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及國務院副助卿 出席了臺灣團歡迎晚宴 目前美中貿易戰形勢嚴峻 臺灣代表團團長、政務委員鄧振中表示 臺灣企業正在重整全球佈局 部分生產線必須離開大陸 其中很多企業回流臺灣 也有的轉向東南亞或投資美國 企業界現在普遍認為 大家要靠近市場 世界的市場還是在美國 我相信它整個情勢還在變 來美國的可能還會更多 鄧振中表示 臺灣在大陸投資最多的是電子與通訊產業 這是臺灣最強產業 但也面臨美國對華全面加徵關稅風險 一旦加稅必須要有快速處理 最近美國將華為及相關企業列入黑名單 美英德日等國芯片和半導體大廠紛紛對華為斷供 不過台積電依然承接華為大筆訂單 受到輿論關注 我們的企業界也很清楚 這些法規是怎麼規定的 那我們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我們的企業界大家一起合作 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絕對不能夠違反美國的法規 12號下午在美國聯邦參眾議員見證下 臺灣電力公司與美國通用電器在國會內 舉行了大潭電廠新天然氣機組簽約式 合約總額達12億美元 預計新增發電能力220萬千瓦 這兩部機組未來會在112年跟111年 分別加入我們的供電的行業 那這個也會滿足到未來 我們台商從大陸回來以後 需要增加的用電量的需求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